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9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登基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根据当时的临时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统一管辖并指挥解放军 及其他武装力量 这等于宣布解放军是国防军 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也就意味着军队的国家化 在这个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 朱德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承浅为副主席 贺龙 陈毅 徐向前 林彪 龙云 副作义 张志忠 等22人为委员 当然 这些副主席 没有毛泽东的授权和批准 是无法调动任何军队的 而所谓的民主人士 承浅 龙云等人的副主席和委员身份 不过是个名誉职务 他们恐怕连一个排的部队也指挥不动 那时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刘少奇当时并没有实际的权力 1954年的9月 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共主导的第一部宪法 其中第4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从法律上再次确认了军队国家化 但是就在很多民主人士称赞这部宪法的时候 毛泽东却在暗地里完成了一个重大部署 1954年8月28日 也就是在宪法正式颁布的几天前 根据毛泽东的起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一个重建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 注意 是党的军事委员会 而不是国家的军事委员会 重建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中央军委 由毛泽东任主席 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成 贺龙 陈毅 邓小平 罗荣环 徐向前 聂荣珍 叶剑英 为委员 在这个布局中 只有主席没有副主席 朱德 彭德怀仅仅成为一个军委委员 刘少奇 周恩来 被彻底排除在军事体系之外 这样一来 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 高岗就是在这一年的8月17日自杀身亡的 也就是说在高岗自杀后的10天 刘少奇和周恩来便被踢出了军队 尽管中共的第一部宪法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 关于军队国家化这个最重要的条款 还没有正式实施 就为毛泽东轻而易举的给粉碎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倒退 在设立中央军委的时候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做放弃国家主席职务的准备工作了 因此 他把国家主席最实质性的一项权力 即军队的实际指挥权 从国家体制中悄悄的转移到了中共内部 毛泽东这个金蝉脱窍 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防止刘少奇获得军权 哪怕他日后以国家主席身份 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一职 不得不说 毛泽东的棋局花样翻新 变幻莫测 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在维护个人的权利上 毛泽东的确是身谋远虑 费尽心机 刘少奇最大的短板就是在军队中缺乏声望 更没什么嫡系人马 刘少奇早年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工作 在长征途中 曾经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和军团长彭德怀 政委杨尚昆 有过一段短暂的合作经历 时间还不到一年 这是他第一次在军队任职 而且是临时性的 刘少奇随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 1936年4月就被派往地方工作 担任北方局书记 在华北的局面初步被打开之后 毛泽东为了压制王明周恩来 又让刘少奇兼任中原局书记 期间发生了晚南事变 新四军被国民政府宣布为叛军 新四军的番号被取消 此后中共决定重建新四军 毛泽东临时委派 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 负责整编部队 兼任新四军政委 这是他又一次担任军职 而且也是临时性的 当时新四军的组成非常复杂 有原江南不同体系的红军 也有李先念在厄玉碗 重新拉起的旧部 还有南下的八路军 1150一部 而且新四军分布于 苏卢厄玉碗 五省 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 刘少奇从1941年1月 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 兼任新四军政委 到1942年3月 奉调去延安 刘少奇真正掌握军权 也就这仅仅一年的时间 而且还是兼职 在新四军的政治干部中 只有饶术时和刘少奇的历史源源比较深 后来在高岗落难的同时 原本和高岗毫无瓜葛的饶术时 也一同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 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死在狱中 在新四军的军事将领中 刘少奇比较中意的是当时资历尚浅的素玉 但二人并无身交 中共立国后 刘少奇曾经替素玉争取元帅军衔 也未能如愿 不仅如此 素玉还是第一波被整肃的军队高级将领 很早便被逐出军队 终其一生为再能掌握军权 否则的话 刘少奇或许会在军队中多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有一个故事 非常能够反映刘少奇在军队内部的微信如何 1964年的夏天 一个闷热的晚上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重要的报告会 会场不大 坐满了人 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会了 周恩来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 对大家说 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就在这个会议上 刘少奇着重谈了其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会议连头待尾 总共不过一个钟头 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训话 人们是非常不满的 退出会场时 前面有三两个军队干部在骂娘 骂得很难听 特别是骂刘少奇 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 这个故事摘自中共高级干部 著名党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 刘氏的岁月 对比而言 毛泽东那么重用江青 还没听说过哪个军队将领敢骂娘的 1959年4月 刘少奇终于顺利当选国家主席 国防委员会主席 成为正式的国家元首 但是 他并没有获得宪法赋予的指挥军队的实际权力 当时刘少奇或许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重大危机 尽管如此 面对大跃军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 还是想干出一番成绩来的 当年的大跃进 最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死后 毛泽东要和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 争夺世界革命的领袖 因此 毛泽东不顾实际情况 提出了工农业的高指标 以图全面超越苏联 于是中国便有了遍地的小高炉和亩产万金田 以及剥夺了人民家庭生活的人民公社和集体食堂 这场大跃进对国家的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也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 在大跃进初期的庐山会议上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指出 浮夸风 小高炉等等 都不过是表面现象 缺乏民主 个人崇拜 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并且写信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 给出了善意的批评 然而 此信不但没有让他改弦一辙 反而让忌惮一久的毛泽东恼羞成怒 凭空捏造了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刘少奇也加入了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围剿 毛泽东一直非常在意刘少奇和军事将领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彭德怀 我死后你别造反 行不行 这个话其实就是有挑拨刘少奇的意思 彭德怀的落马 表面上有利于刘少奇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实际上反而被他埋下了危机 毛泽东打掉了军队内部的宿敌 此后的刘少奇就更加无人呼应了 庐山会议上的这次党内斗争 让中共高层彻底丧失了阻止大跃进蔓延的最后时机 等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 饿死上千万百姓的大祸已经铸成 不仅偏远地区与饿瓢遍地 就是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代表国家形象的大都市 也都有人饿死 这场荒唐的大跃进 最终让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至少有三千六百万人被饿死 经济和生态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 这件事也成为毛泽东最大的心病 在这场空前灾难的影响下 有相当多的中下级干部开始消极地抵抗中央的命令 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 深受毛泽东器重的邓小平 对此却很不以为然 1961年12月 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 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 讲全局 要向他们提出有没有志气的问题 这样的小天地分散状况 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 没有前途 翻不了身 口里讲有志气 假的 不愿意吃点亏 斗中目标是中央 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 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 集中目标攻击 这日子怎能过啊 工业会议上 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 农业上 一说到粮食争够就上不去 不但明年上不去 长远也上不去 在邓小平看来 很多县以上的干部 缺乏理想和大局观念 不积极追随党的高指标 不愿意吃点亏 就在这种情况下 于1962年初 中共中央集中全国县团一项单位的主要领导 到北京开会 以图克服所谓的分散主义 以及打消 干部当中的低迷情绪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的初衷 然而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 刘少奇对当时的形式和任务 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和总结 最终转变了大会的方向 变成了一个检讨大跃进得失的会议 因而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 这种客观的态度和讲真话的勇气 让刘少奇获得了党内地方干部的普遍尊重 这个结果 无疑让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和记恨 刘少奇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定性 不仅是对一些地方干部的责难 也暗含着对大跃进的否定 和对毛泽东的批评 在会下 说到百姓被大量饿死的事 他愤愤的说 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一身以为恨 会上彭真公开提出 毛泽东也要检讨自己的错误 这时毛泽东的微信一落千丈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巨大的压力下 毛泽东当众做了一生最痛苦的一次检讨 就在这次大会上 刘少奇曾经就彭德怀庐山会议向毛泽东写信一事 做了部分的澄清 并给当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的受害者平反 说到这里 小民必须声明一下 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 他们都给中华民族造成过重大灾难 在中共进行的各项运动中 很多情况下 刘少奇比毛泽东还左 整人下手也很重 但是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这个态度 是值得肯定的 刘少奇对毛泽东说过的话 饿死这么多人 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人相识 是要上书的 说明刘少奇对于数千万百姓被饿死 还是心有愧疚的 七千人大会闭幕的第二天 毛泽东即作专列离开北京 到外地去了 这个行为既可以看作是毛泽东 对此次会议的不满 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完全放手之意 究竟如何 那就取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认识了 就在这次会议当中 刘少奇严厉训斥了几个紧随毛泽东 饿死大量百姓的省委书记 并采取了组织措施 撤换和调整了几个省委书记 此外他还调查了全国死亡人口的具体规模 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准备他的罪状 这次大会成为毛泽东下决心彻底打倒刘少奇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前毛泽东或许还只想把刘少奇边缘化 类似诸德那样就可以了 但是此后恐怕他们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不久以后 整个中国将陷入一场史无前列的灾难 中共高层也将经历一次重大的震荡 在这场权斗中 刘少奇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他的选择和举措 对他自己及其部下的命运影响 都是决定性的 更重要的是 作为国家元首 他的选择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利益 关系着数千万百姓的生死 两个权力顶端的大佬 一个手握军权 一个一众党权 毛泽东如何部署打倒刘少奇 以及刘少奇又是如何应对毛泽东 关于这场惊心动魄的争斗 我们下一次接着聊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